在这里面的话请各位定义几个东西 比如说我今天 要储存的是学生的个人的资料 里面的话我要宣告有几个变数 比如包含什么Name 这个Gender 他的性别 他预设他他这个这个 资料形态是Booling 然后再一个电话 地址 另外的话 再建立一个这个是一个 这个这个建构值 建构值里面的话 我们就给他预设值 这个预设值的话 特别说这个建构值的名称你会发现 他会跟 类别的名称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这个叫建构值 也就是初始化的时候呢 他会先进入到这里面来 进入到这里面来的话我给他初始值 比如说名称这个Name里面本来就空的 那我就给他一个王小名 然后呢他的Gender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就给他True True的话是男生 电话码我就给他一个 一个零九九九的一个电话码 然后ADRES的话呢是台中市 这个这个地址 OK 那这个是一个 类别的建立方式 那我建立好一个类别之后的话 那目前的这个类别是 没有被使用的 那我要怎么样 来使用这个类别 那等一下的话呢 我们再利用另外一个另外一个 这一个 范例 另外一个范例的话呢 请各位呢 也是一样在 我们书里面也有讲到 在这里面的话 如果我要使用 这一个 类别的话 那我们前面 这个地方是 我们就必须在那个 网这个网页里面 新增一个网页名称叫做 StudentData 的一个ASP X 那我要怎么使用呢 特别注意 一样我前面 我们前面有用过New的方式 New的Student 那就可以来使用 所以请各位先试着把 刚刚的这个部分呢 稍微建立起来 我再把重点讲一下 第1个呢 先新建一个网站 那网站请各位 重新再建立一个是 CH04 你可以放在桌面或者放在你的随身碟 然后呢并且在这边新增一个App Code的一个资料夹里面放一个students 然后呢并且建立好这个students的类别之后的话 那在里面的建立总共会有 几整总共会有四个 四个我们要的属性 那这个属性的话把名称性别电话地址 然后再做一个初始化 第一步我们就建立好一个类别 那这个类别建立好之后 我要怎么来使用这个类别 等一下再来看一下使用类别的方式 OK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